好 另外我们回头来看自己的台股 这个今天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这个技术论坛 三四号登场 大家在关心台积电很多 这个新的技术的开发 那目前我们来看台积电 今天最低到496 台积电股价500块以下 适合买吗 500块以下 我相信这是一个 蛮结实的一个价位 我觉得不敢说 今天又破500块 我绝对不敢说500 不会出现500块以下 但是对一个长期的 投资朋友来看 我觉得500元来附近来看 应该是一个具有竞争力 大家也可以长头的一个好体会 可以长头好体会 木华 好 台积电各位看一下 它今年的高点出现在 1月5号的688 低点出现在433 它其实今年 如果从688到433 它跌幅是40% 基本上台积电跌幅是超过大盘的 那台积电为什么跌幅超过大盘 大家都知道原因嘛 它是筹码面 它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是外资一直在砍台积电 外资今年提款一照 从什么地方提款 台积电连电这些全职股 不然它从什么地方提款 所以说台积电现在就是一个筹码面 换言之刚慶宇的问题就是说 台积电500以下可不可以买 第一个你先观察外资 它会不会持续一直一直的大卖台积电 如果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持续性的 这个对台积电的卖超 基本上我觉得在下探到450附近 都是台积电很好的布局点 也就是说433上面一点 我都不认为它会去破433这个点 我认为433非常有可能是台积电 一个很坚实的中期底部 当然我不敢讲一定长期了 就到明年还有变数了 我不敢讲明年台积电 不会破这个位置了 但是基本上至少在今年底之前 我认为台积电要去破433的 可能性都不高 所以当然你如果是做一个 所谓的中期投资人来讲 或是说你做一个波段型的投资人来讲 台积电跌下去才是买点 不是涨上去去最高 涨到520那个地方你要调节 它跌到480以下 你当然就要逢低买嘛 因为毕竟国安基金要护大盘 它一定会护台积电 所以你会发现它今天台积电开低 在500之下 它收盘都收上来了 到500以上了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台积电它绝对不是基本面 台积电基本面有没有问题 如果台积电基本面都有问题 那什么股票都不能碰 对不对 你发现所有的公司能缴出 第二季这么亮眼的财报 唯独也只有台积电 如果你要挑基本面 你除了台积电你还能挑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台积电 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它完全是技术面跟所谓筹码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波段型的操作人的话 那台积电现阶段适合高出低进 那高出呢你怎么高出 你当然看这波压力高点 大概在520附近 低点呢 当然台积电低点就往480以下 到430这个区间 如果真的有到的话 我个人会买了 OK好 蛮明确的 不过今天还是说在498.5的价位 乔哥 你从旁边来看 我认为我们台股来讲的话 每年大约10月份进场 到隔年4月份的这段时间 是股票比较容易上涨的期间 那如果我们以今年来讲的话 因为10月份 在接下来已经进入到9月份 所以如果说这一段 这一段的期间股票是容易上涨 如果再搭配 可能现阶段我们对今年下半年的预期 是好的话 我觉得台积电的走势 就如同刚刚慕华哥讲的 如果有往下跌 其实我倒认为反而是一个 可以去关注他能不能买 虽然说他现在的目前的趋势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偏空的趋势 那我个人会这么看 以这个股价的走势来讲 以技术分析来讲 我会用个100日移动平均线 来当成一个观察 那通常来讲 这种100日移动平均线 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均线 也就是说当股价 从下面往上涨上来的时候 它不容易一次就越过这个均线 它会在这个均线这边去做一个 整理震荡 那强的话 它可能会在均线附近这边 直接做整理 弱的话它可能会再打下来一次 然后再往上走 所以以目前来看 其实我觉得它一直在500块附近 这边来做一个横向整理的话 加上目前的整个成销量 其实现在的盘不是有卖亚 而是没有买气 就是买盘没有进来 造成我们的股价不容易往上走 所以从近期来看量缩 然后还能够在这个 所谓的长期均线这边做一个 横向整理的话 我倒认为其实500块这边 应该就可以开始注意了 OK 其实基本上都是正向的 我们来看这个半导体股 因为有的人说半导体最近表示相对弱势 当然有很多的利控因素 包括说去化库存的速度有点慢 那也包括了整个看很多外资券商的分析 是说终端的需求下半年还是在减缓 还有美国一直逼中国 中国这个自立资产 有人说整个成熟市场 已经受到很大的威胁 那上个礼拜取播来我们现场也说 不只成熟市场 先进资产也备受威胁 所以半导体股票还有得跌吗 郑嫌产业面什么分析 从产业面来看的话 对于半导体股 我给大家一句话 叫做什么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哎呦 为什么说 大家知道去年的半导体 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也就是在不正常的状况下 第一件事要干嘛 先还回去它正常的状况 还完了以后 再由产业面各种不同的 这个纸企业的变化 我们再来挑选 那刚刚提到说台积电 对台积电的话 当然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有信心 因为我们看到明后年的 互利还在往上 可是大家为什么 对承受资产很担心 因为大家都怕连电跟利基电 今年的6元跟7元 就是它的高点了 那你现在看起来 本益比很低 可是到明年的话 它如果回归到过去 4元左右的一个水准的话 那现在看起来的股价 似乎才刚刚好而已 所以我认为 什么叫做 我们认为 现在的半导体来讲 大家都经历了第一轮的下杀 可是第二轮来看 会有一些变化 变化在哪里 有些人的产业 已经逆势 逐底开始往上了 但有些产业 例如NCU 例如驱动IC 它的报价还在持续往下 所以它明年的获利 会比今年来的更差 我认为它还要再进行 第二段的一个修正 所以我说 我不用整个半导体的产业来看 我会用半导体的细分来看 那大家都很担心 中国的威胁到底会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EDA的经历 很多人说 对于大陆半导体如何自救 其实中国来看 它在先进制成 一直都不是台湾的一个对手 所以你不用去想这些纷纷牢牢 对我来讲 这些纷纷牢牢 或者是 大家要分析的太多了 你要选就选最好的就好了 你就选不会受到它影响的 你也不用去猜它到底影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就选不会被它影响的 那不会被它影响的 会有什么呢 其实股价已经默默地告诉我们了 EDA当然会影响到中国 那中国在失去了EDA 它更不能失去什么 软体的制成它已经失去了 它更不能失去IP 它不能失去最原始IP的协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IP概念股 目前来看真的是一只独秀 当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今天的大盘是跌非常非常的重 台湾的3661的事情 从平盘下下翻到上来 3529的利沃 也是从平盘上翻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EDA 他们更不能失去IP 那尤其是可能呢 我举例另外一个就是金星科 金星科那种获利真的并不漂亮 但是为什么它的股价一直往上 因为中国都很担心 万一这个净利越来越大 我们不能用ON的体制来讲的话 我们只能再用RES-5 也是金星科的体制 所以我在跟大家说的是 在中美贸易战底下 第一 我先跟大家说 台积电的先进制成 变成一种武器 谁能够取得这种武器 谁就赢了 AMD跟英特尔竞赛 已经在告诉你了 那中国它不想输 它要取得台积电的制成 要怎么办 礼拜五世新的法座告诉我们 是 他们看到有非常多的 中国或者非美国的下单 透过世新跟创意 来下单给台积电的 一个先进制成 所以这一点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IP股上 的确在台湾是一个 强者横强的一个道理 另外一个台积电的 三奈敏制成概念股 我一直跟大家讲台积电 三奈敏制成概念股 它的重点 不在台积电 也不在制成 在三 在三奈敏 在三这个数字 你现在选股 我问大家 汉唐是不是台积电三奈敏概念股 是 但它也是五奈敏 它也是七奈敏概念股 它也是十奈敏概念股 所以我们现在选股要选的 三是什么 它在三这个数字底下 它取得了比之前五七十 更高的市占率 或者是本来在三之前 它不是台积电供应链 但它因为三这个数字 它成为了台积电供应链 三奈敏这边有进展的 对 就是我们讲的 就旧不如新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三奈敏的制成 没有再涨过去的台积电概念股 我们看到今天逆次向上的 不管是4768的精神 4770的上品 或是3680的夹登 它们都只有共同一个特色 就是在三奈米的制成里面 它们获得更高的市占 所以在这个选股方向 我除了IP股里面再跟大家讲 三奈米的新制成公司 未来也会是 半导体选股的一个新方向 所以很清楚 这个IP跟三奈米的制成 在这边的制作代里面 听众的人 我们进行为 我们进行解讯 现在先计划 有关系一位 我们进行解讯 你 有关系 却